近日,41岁的女星谢欣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 正在积极地参与戏剧与节目的通告,付出演艺圈 同时,她也努力调整生活步调 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不仅如此,她更是充分利用时间 参与各种户外活动,如登山、马拉松、潜水等 丰富生活,并将这些活动的照片与心得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获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与羡慕 近期,谢欣与胡瓜、陈怡、叶欣梅、玛丽亚等人一同前往日本横滨参与一个活动 期间,陈怡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她与谢欣在横滨的共同生活的一些有趣的细节 这位人气网红在脸书上有超过28万的粉丝 她的发文总是引起很大的回响 在横滨的期间,陈怡与谢欣住在同一个房间 她观察到,谢欣在她的日常生活中 与人们对女明星的常规印象有所不同 例如,陈怡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谢欣有一件粉色的上衣挂在衣架上 却一直没有穿,直到最后才将其穿上 她觉得这是谢欣的独特时尚风格 此外,陈怡也揭露了谢欣洗澡速度的快速 以及她早起健身的习惯 对于谢欣这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陈怡感到相当惊讶 也对谢欣有些新的认识 而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陈怡则是以轻松的方式描述 她说,她每天都喜欢赖在床上 休息时就到处都能够躺下来睡觉 对于工作,她以翻译为主 基本上都是在享受美食与休闲 陈怡笑说,与谢欣这种千知愿意的女明星相比 她的生活方式可能更符合大众对女明星的样子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其实忘掉那些争议谢欣算是满顶的 她真的不错 但年纪大了,就是所有女人的致命伤 没想到谢欣跟陈怡是好朋友 条件明明不错 结果选阿祥帮自己扣太多分 路错行了 不然她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不进眼一圈 现在也可以架豪门或是门当户对的家庭 结果被一个学电生当小三 她十多年前上节目时蛮漂亮的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告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